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新西在农村 过年的时候有很多的习俗 各地不同 我们这儿就有把缸 锅 里面都煎满水 但是还有一样最重要的 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去找人了解一下 月月 月月有多大了 一年七十五了 七十五了 七十五了 你的有几月还有吗 我不是这么一个孩子 你自己干吗 嗯 我自己 一个人过 嗯 你这是吃生活怎么吃 吃生活 我吃午饱放这公家给的钱 我自己做的吃午饱 哦 吃午饱 生理不好呗 生理不好呗 生理不好 像你老人家 你这都七十多了 你也得知道咱从前的老红袖 就是年三十万都接着弄的 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什么呀 是这么一个习惯 就这么一些 吃午饱 那是什么 这个是习惯 结满岗 结满水的 一年不缺东西 哦 一年不缺东西 哦 一年不缺东西 就是三四晚上 包上咱吃点吃的包子 嗯 咱就把岗的盆的 还有裹的都弄满水 嗯 就是说来年后 又什么都不缺 都满满刚刚的这个意思 这是以为咱从前过的秋的事吧 门上都行 没熟就熟 熟稍会行 穿着吧 就是咱原来的时候熟稍会穿着吧 就是说虎虎 它就飞着这个虎虎 门上就这个虎虎习惯 闪事晚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都把这个水港还有咱的锅都填满它就是那个意思 菜还最美好呗 也最美好少我的菜货吧 也最美好 菜货更不能少 它那个菜怎么还准备吃火什么第二天饱不一样 就是它早起起来就下饱了 哦哦哦 那个菜是说有菜的意思吧 早起起来起来有百万年就下饱了 你是来年什么都不懂干 过的也有盆的也有 有饭吃又懂得吃 听我的迷信说话 没点肉说 没点肉说 那就是从前那个老迷信 从前的虎虎虎 嗯 就是反正就是说是 来年就是炊人这一天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干东西都有 嗯 就是云一直好就是说是 是啊 什么都准备得满满刚刚的 你这菜货那肯定是代表菜的意思呗 是菜的意思吗 是菜的意思吗 是 通过刚才的交谈了解到 把缸里锅里充满水是满满刚刚的意思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准备柴火 来年不缺柴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